關外基金發放4000元的情況 我和阿創勝議員 和周浩鼎議員 和陳恆斌議員 我們約見了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的同事 去反映我們現在市民面對的問題 和了解最新的情況 和提供我們一些建議的方案 現在我們的問題是在於哪裡呢 就是我們民建聯的地區事務處 其實都收到有很多市民的查詢 就是有些市民就說到現在 他們都沒有收到政府任何的短訊通知 或者信件通知 變成了他們不知道自己現在應該怎樣做 就擔心自己的表格是被遺失了的 也都有市民就查詢就是 猛問什麼時候才會收到錢 就很擔心會錯過了政府的一些聯絡 而令到自己收不到錢 變成了這個問題 有時我們地區辦事處或者市民自己 去打個熱線電話 又未必打得通 變成了查詢其實都不是很順暢的 就像我們現在總共面對這些問題 我們今天就問了政府的情況 他們就說直至4月30日為止 他們現在總共收到344萬份申請表 其中他們已經完成了審批 然後給了錢 就大概約20萬份左右 20萬份左右是給了錢的 總之他們就說 他們如果一完成審批的話 他們就會立刻安排 就去給那些4千塊錢的了 就不會再拖延的 市民應該如果他們辦事處一收到表格的話 其實他們是會發出一個短訊 就通知大家收到你的表格的 但是這個短訊並不等於完成審批 而是收到表格 但是他們也說中間他們大概都有約10%的申請者 是沒有提供手提電話 又或者沒有提供任何電話 又或者提供家居電話 這些提供家居電話 即沒有提供電話的申請者 他們是會出信給大家的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這個信箱 你就知道你的表格收不收到 他們也說他們大概有5%雖然有手提電話 但是發了幾次訊息 電訊箱都告訴他們對方是收不到的 所以就是說雖然你提供了手提電話 但是可能基於種種的理由 也有5%的市民未必會收到這個SMS短訊 如果收不到的話 他們是會寄信出來的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了 如果有市民到今天為止 都收不到任何的短訊空資 也都收不到任何的信件的話 其實就應該要打電話給他們的熱線 又或者他們都建議 你是可以直接去填那一份表格 就是去補交 寄給他或者親身 或者親身拿去他們始葬中心的辦事處 最好就在這份補交表格的角上面寫著補交兩個字 他們就知道這份表格是補交的 如果他們已經完成了審批的話 他們也會再發一個短訊給你 就說那些錢已經轉到你的銀行戶口了 大家就要留意如果收到這個短訊的話 就檢查一下銀行戶口是否收到這個錢 這個就是完成了整個的程序 我們也有問到如果會不會說你不合資格 於是不會有錢呢 他說都有的 現在也都有一部分的約大概 大概20萬份表格已經確定了是不合資格的 不合資格可能就是 他們已經是對比了其他政府部門的資料 如果你的稅收或者猜響的減免已經超過了4000元 那就不符合或者其他一些政府的資材已經超過了4000元 那你就會不合這個資格 那如果不合這個資格的話 你就不會收到錢 當然他們就不會都會去 他們未做 接下來都會發短訊去通知 或者出信去通知不合資格的人士 如果大家覺得收到這個不符合資格的通知 而又覺得要上訴或者要理論的話 其實原本他們就要求要有書面的通知 我們就會覺得要寫一封信給 要用一封書面寫一封信其實就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剛才也要求他去簡化這個程序 就是填一張表格的 這個大家也可以去留意 就著現在的情況 我們剛才就了解到那個狀況發展到現在 那柯創政議員會和大家說一說 我們民建聯體出的要求 和市民應該要注意的其他的事項 好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 我想這四千元令到我們很多香港市民都非常緊張 這都是很正常的 其實剛才即津辦告訴我們 收到三百四十四萬份表格 我們都覺得他在收到表格處理的流程上面 都是相當之不暢順 或者是相當之慢的 我想對於一些合資格的居民來說 要這樣等法是相當之困擾的 我們都追問他 他有沒有一個目標時間 要麼是甚麼時間可以完成整個過程 即津辦答我們 目標就是今年年底 就是處理好那個發放安排 就著這件事 其實民建聯今天也提出了幾個建議給政府去處理的 第一個就是希望他能夠加快熱線的服務 以及加快那個流程 因為實際上我們見到 收了表格之後 到居民收到確認短訊 都是很長時間的 亦都會令到居民有一個錯覺 不知道他會不會是遺失了 所以這一點我們要求他這樣做的 第二個就是我們都追問他 如果不合資格的居民 他有沒有一個權利可以做到上訴的 剛才回應了 即津辦就是說 如果不合資格的居民收到短訊 或者收到書面的話 他們會作出解釋 什麼原因不合資格 他們就可以有個上訴機會 民建聯都希望他能夠提供一些簡易的表格 讓居民很容易剔回去 傳真回去或者交回去 亦都說了他們會答應覆檢 他們會覆檢每一個上訴的個案 這是第二 第三個亦都說了 我們要求他要加快那個流程 因為現在的流程令到市民非常困擾 他答應了他們會回去 每天都會檢視現在發放短訊 以至乎到出訊的流程 最後我想都有一個呼籲 因為我們在地區近來都收到一些市民跟我們說 說收到一些的錄音電話 說已經確認收到你的短訊 剛才我們很緊張地問職津辦 職津辦回應我們 他沒有發出任何的錄音電話 通知居民已經收到短訊 這個情況也想借這個機會 透過傳媒朋友 告訴香港市民聽 職津辦是沒有發過任何的電話錄音 給申請人告訴他收到他的短訊 這個信息很希望大家都要留意了 就不要有機會可能是有些被人受騙的個案 而是有所損失的 民建聯的團隊會繼續密切去跟進這件事 也都期望大家如果在4000元上面有甚麼問題的話 我們都願意幫大家去進一步跟進的 補充一句 現在職津辦就說他每一天 可以處理到大概1萬5宗的審批的申請 我們都覺得如果每天1萬5宗的話 你去到年底都完成不了這344萬份的 所以我們要求他將流程盡快去加快 他們都承諾了 目標都是在年底之前要完成所有的審批 所以我們再一次就呼籲大眾市民 因為他們說很多電話其實都打不到的 因為可能有一些的表格就是不齊全資料 就是要打電話去聯絡申請人去提供補充資料 但是因為他們的電話就是香港人現在都很少接電話 所以就很難聯絡到當事人 所以呼籲大家留意短訊 留意信箱和留意電話 好,所以說請問多多多大眾市民 和公司的公司會收到財產 以此之間的公司會收到口罩 是否需要請人來提供 讓你們請求人、國際的公司和公司會收到 公司會收到公司會收到公司會收到 公司會收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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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製造 200,000 forms, they already completed the whole process and already paid the money. But within those, they also have nearly the same amount of applications that they already confirmed that is not eligible to receive the amount. So what they would do is, for all the applications, supposedly you should receive an SMS or a letter from the agency to notify you that they have received your form. After the whole process, if you are eligible to collect any amount, they will send you another SMS to notify you, the citizen debt, the amount already deposited to your bank account. For a citizen that is not eligible, they will also send you an SMS or a letter to notify you that you are not eligible. For people that think that they should be eligible but being rejected, they will arrange a form for you to fill in in the near future so you can ask them to review your application. Thank you. There are some other forms that they have to be able to fill in the near future. And there are some other forms that they have to be able to fill in the near future.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how they have to fill in the near future? There are some other forms of 7-8 people who are able to fill in the near future. We are concerned about that there are some other forms of fill in the near future. There are some other forms that we have to ask them to fill in the near future. We are also asked them to answer that there are only 20 people who are eligible. 所以他們認為仍然都是有足夠的人手去處理的 還有現在在審批程序裏面 其實有很大部分的工序都是用電腦 去跟其他政府部門去做一個覆核的 所以他們認為這個程序是有機會可以再進一步加快 他們仍然是有信心可以連抵到 就完成到所有的審批的 好 有沒有其他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會繼續跟進 謝謝大家 謝謝